我們現在距離司馬庫斯那邊還有14公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騎車出門除了吃吃喝喝看看風景 不外乎會想要挑戰一些比較著名的地方 武嶺 巨人之首 引日雙倍 這些地方東寧都挑戰過了 總覺得少了一個地方好像還沒去呢 沒錯 那就是司馬庫斯 那出發前先填飽肚子吧 今天有打招呼 嗨 今天要去司馬庫斯 那為什麼只剩我們兩個人而已 聽說有一位水箱爆了 然後就沒辦法去了 可以叫他換車嗎 我也是希望可以叫他可以換車 你就贊助他一下 大家如果有錢的話就互相贊助 那可以先贊助我 貴求乾爹 那這樣旗開都有錢 好啦 那我們就先去加油 然後準備去司馬庫斯了 等會見 嗨 大家好 我是東尼 AKA 孤獨騎士 為愛走天涯 不知道這抬頭是在多什麼意思的 拍我錄音的時候一直NG 因為最近一直想要換新的Slogan 剛好想到我騎車拍片多數都是一個人 就取了一個孤獨騎士 其實出發前的前一週 我就獨自一個人來探路了 不過我只有到漁老 沒有上去到司馬庫斯 那其實到司馬庫斯 真的不難啊 喔 不 我說的應該是到漁老前才是 看到前方已經有點起霧了 我想 我是該做好心理準備等等要雨戰了 果不其然沒多久就給我來一場雨 而且這場雨 一路下到尖石加油站才停 那今天我們超級早起床的 因為我搞錯管制的問題 司馬庫斯一般情況下 管制的時間只有針對四輪以上的汽車 至於兩輪的機車跟重機 是沒有管制時間的 不過基於熱門地方 人潮一定會大爆炸 所以我們就照預定的時間出發 那預計7點可以到尖石加油站 那我們要先到尖石加油站做加油 反正就是一路沿著台山線一直走 那這條路我大概走了800次了吧 因為北部的騎士 如果要往南部跑的話 不是走西濱61 就是走台山 台山線一直只走 再左轉120線道 那這邊上去也可以到內灣老街 到時候東尼再帶大家來這邊走走囉 因為這場雨的關係 導致東尼的Gopro鏡頭都有水滴 所以畫面看起來不是很舒服 那在這邊跟各位說聲抱歉啊 那我們120線道一直直直的死下去 就會看到尖石加油站了 那我們就在這邊加油 換電池稍微休息一下吧 我們今天到哪裡了 我們去尖石加油站 對上騎蠻快的對不對 對啊 我們從五點半那邊出發 到這邊幾點 到七點 大概一個小時半就到了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路上沒什麼車 所以蠻快的 那所以等一下就是要上 司馬庫斯 會先到魚老 魚老那邊我們應該會先停下來換電池 換功課電池 然後再上去司馬庫斯 應該是不會啦 這邊沒下應該上面不會下雨了 因為剛剛在桃園那邊是騎蠻霧 然後飄雨 霧蠻大的 可是雨還好啦 就只是下毛毛雨而已 然後有個白癡我再講一下 來來 你說一下為什麼你的安全帽是用封鏡 這個 鏡片壞了 然後安全帽盜版來不到 買不到什麼 買不到鏡片 那所以那這是封鏡呢 也是盜版的對不對 這個盜版的啊 也是盜版封鏡 可以裝上去就好了啊 這太白癡了 盜版安全帽 然後鏡片壞掉買不到鏡片 然後再買一個盜版的封鏡 幹真的是最神的就是你了啊 神人 神人 好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先上魚老 那等會見 加油 加完油又說了幹話 出來騎車就是這樣 除了吃美食看風景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說幹話 呵呵 那尖石加油站早上7點才營業 各位一定要注意時間啊 而且上面是沒有加油站的哦 所以在這邊一定要把油補滿 那出了加油站之後 只走沒多久 我們就右轉 足 60 那在右轉前 左手邊這邊有超商可以做補給 再上去就都沒有超商囉 那其實到魚老前這段路都算很好走 但是要注意的是山上天氣變化真的蠻大的 這次來的時候就還好 我上次來探路的時候 上山前天氣正常 準備下山的時候起大霧 而且能見度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行車安全啊 其實東尼我現在比較喜歡西鄉道 甚過於神道 因為鄉道車少 而且風景也不會輸給神道 只是要注意一些鄉道的路況 可能沒有那麼好 其實東尼我一直很想要買360運動相機 因為每次出去騎車旅遊 看到那些美美的風景 無法呈現給各位看 覺得有點可惜 那些甚麼不見的 你真難看到 你太不見了 你可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直向到一直直走 我們就到魚養這 那這邊最著名的小吃 應該就是魚養臭豆腐 還有香腸 但是我們現在不會停下來吃 因為我擔心太晚上去的話 回程的時候會塞車 於是我們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 停下來換個電池喝個水 就又出發了 尷尬的事情來了 我跟巨人兩個人突然尿液來襲 但是這邊又沒有超商 或是加油站 於是我用Google找到附近有一個公廁 就在這邊往前不到5公里的路程吧 叫做和解廣場 那我們就趕快先去解個尿吧 我們到魚養過魚養 然後這邊是什麼啊 本來就是一個公廁的地方啊 超猛的 要投10塊 明天再投了 這車廁超猛的啊 你自己說這車廁多猛 其實他滿出來的啊 右邊是水滿出來 昨天是在酒井那邊曬滿出來的 沒有湖爛啦 那南車進去馬桶是滿的啊 這不知道怎麼尿 折尿尿啊他超噁的 我是別氣尿的 要遠一點點 不是不尿不行啊 完全要避到上面去會瘋掉 沒有變你 要遠一點點尿不然人家尿尿滿出來 太噁 傻眼 好我們現在要上去了 夭壽 剛剛那個廁所真的太猛了 馬桶都是滿的 而且是奇怪的顏色 感覺很像是排泄物加尿液 而且裡面超多蚊子 總之如果非必要 就不要來這邊上廁所啦 如果你們各位想要看看這如此美麗的 側景 我也是不反對啦 總之我們安全的離開廁所了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出發囉 好 那這邊是泰鋼牌樓 從這邊開始到司馬庫斯 就是所謂的管制路段 那從這邊開始路況就會比前面還要來的差一些 雖然這是我第一次到司馬庫斯 但是可以感覺到現在的路況 應該是真的比以前好上很多 懸崖邊都有用護欄 只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髮甲彎跟會車 我會盡量保持這段路的畫面 讓想去司馬庫斯還沒去的觀眾可以做參考 老實說我覺得這風景真的很美啊 如果不趕時間的人可以慢慢騎邊看風景 我會不會拍照 我會不會拍照 从这边开始会从浮游路变成水泥路 而且路况会变得很正 有改避震器的人建议一定要调乱 那如果跟东尼一样有装汉堡箱的人 我是建议出发的时候就拆掉 避免太正的时候造成架子断掉 辅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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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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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路仔路仔 喔路仔冤家路仔 先跟各位說個對不起啊 說了一個這麼不好笑的笑話 還請大家多見諒啊 那這一小段路應該是整趟路段裡面 我覺得最危險的路況極差 而且很多坑洞跟小碎石 如果來這裡的時候碰到雨天 我是非常建議大家一定要小心騎車 然後這邊是沒有護欄的喔 所以我們上山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因為你要是一下去 那你的人生就等出了 結果在這邊碰到尷尬的事情啦 我們現在距離司馬庫斯那邊還有14公里 那我們現在是停下來休息 因為我的GoPro快沒見了 然後巨人他的煞車過了 所以現在沒有煞車 後面沒有煞車 所以現在要等他的煞車一下 那其實大概從 如果用Google Map啦 到你導航設司馬庫斯的話 大概距離25公里之後開始 路會比較差一點 然後大概剩20公里的時候 開始路很明顯的差 然後到了1718公里那邊吧 就真的是開始路很難走了 對 那我們就在司馬庫斯見了 巨人的後煞車過了 所以導致失靈 我們就停下來休息 順便換電池 如果各位在外面騎車 有發現車子有異常 一定要馬上停下來確認一下 千萬不要硬騎 避免發生危險 等下車子 他在家中煞車 在外面騎車 要到家中煞車 在家中煞車 那是、在家中煞車 是、在家中煞車 從家中煞車 他在家中煞車 就是這裡 156、有些人會被避免 到家中煞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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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经过一番的折腾 我们终于到了司马库斯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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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最主要的目的是 想要來挑戰看看這一段路 那我們騎上來之後停在這上廁所 就被工作人員給趕走了 好像這邊是給遊客住宿的人停車的 他要我們往上騎 上面有地方可以停車 那往上騎一小段路就到停車的地方了 這邊是真的蠻漂亮的 感覺下次可以安排時間來這邊住宿 應該還不錯喔 這邊好像是登山路口 蠻多人會來這邊爬山的 但是爬山這種事情 我覺得先不要好了 哈哈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下去了 要去 漁島那邊吃臭豆腐跟香腸 那我們終於到漁島這了 肚子超餓的 我們買了 鹹豬肉加香腸 還有隔壁攤的臭豆腐 讓我最驚艷的應該是這鹹豬肉吧 超級夠味的 而且不會很老 或是咬不動 可是巨人覺得有點鹹 好吧 我就是吃中口味的啊 那 那馬告香腸 我覺得 意外的清爽 吃起來不油膩 而且有馬告淡淡的檸檬清香 至於 臭豆腐 是巨人的最愛啊 我覺得臭豆腐一定要加他們的醬油 加下去完美 口感 味道 滿分 我是覺得 如果沒有要去 史馬庫斯 單純上來漁島這次美食 也是很不錯的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的人記得幫我 訂閱 按讚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集見 掰不 我們下集我們下集的 按讚 Ten federal 按讚 霍 按讚 吃 還有